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Sara 嗨 那今天我終於要來拍新品 Get Ready With Me 而且是開架版本 其實基本上好像是Milani跟Ytube House 因為他們只有眼影盤 一大堆更多眼影盤 今天我個人覺得啦,影片的重點是這個 這個是巴黎萊雅的小鋼筆粉紅色版本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是Milani他們家的 秋季色系列的霧面唇膏 很多人都說非常的好用 我非常期待的要來試色給大家看看 那眼影盤的部分真的是偏多 所以我今天一樣是挑兩盤 上在兩邊的眼睛上 我知道還有很多其他的開架新品 因為他們都是台灣的品牌 像是Himi、1028什麼之類的 我之後想要來拍一支MIT新品 Get Ready With Me 因為我們之後還有搭配的遮瑕膏 現在已經在7-11我要去拿了 然後我知道Cara的東西我還沒有講 我想要放在那個MIT的影片一起講 所以請大家等我一下 盡量馬上就會出來了 那麼首先呢今天一樣有一個 Sponsor 今天要來跟你們介紹一個 我用了很喜歡然後價位偏貴 但是我真的覺得非常好用的保養品們 它是一個比較不知名的品牌 好像是最近才開始的 那它的品牌我自己是會叫它 NC Plus Revive 那我今天總共有三個產品 第一個是冰荷花極脆機能水 再來是極地冰荷花逆菱精華 最後一個是楓泰逆菱精華油 那首先的話我要來講這個我幾乎每天都會用 然後沒事也會用一次的這個機能水 我很常是會在化妝前使用它 或者是我洗完臉的時候使用它 然後沒事其實就是會用它一下 因為它就是這種比較黏稠質地的化妝水嘛 有沒有可以看到嗎 它就是透明的那我今天也是一樣要上它 有沒有看到這個很可愛的黑白格紋的髮箍 Bonnie & Reed 連結在下面自己去用 然後記得要放我的折扣嘛 然後我個人覺得它只要一上 就是完全馬上吸收進去皮膚裡面 它很像那種玻尿酸的那種保濕精華化妝水 可以看到上完以後就是皮膚就是會亮亮的 來介紹一些它網站上會寫的小Fact 許粹之瑞士吉利阿爾卑斯三冰荷花幹細胞 透過特殊植物培養技術 能保護肌膚免於紫外線的氫害 然後水解蛋白的保濕效果 可以滲透肌膚表層 它的保濕力可以維持很久 然後加上維他命B5 它可以修復皮膚的細胞 然後也可以舒緩皮膚上的發炎反應 然後每天如果使用這個機能水的話 再加上我們這個冰荷花的逆菱精華 整個保水度就會非常的厲害 皮膚真的會每天保持保水然後透亮 那再來就是講我們的極地冰荷花逆菱精華 我個人也是非常的喜歡 然後我都是這樣在使用 它也是這樣子比較黏一點的 你看這樣黏黏的 然後我都會直接這樣 然後一樣它這個吸收進去肌膚的速度非常的快 像我這種對保養品不是你知道真的很了解 就是像科學家那樣有專業知識之類的 我能形容的就是它感覺比這一罐還要保濕個兩三倍 是因為我覺得用起來一樣都是黏黏稠稠 然後上上去就是非常的保濕 然後吸收力很快 當你只要一上上去 你當下就可以感受到那個保濕度 有沒有像我現在就是整個 臉就是馬上喝了一大堆水的那種感覺 很足夠 尤其在睡前用這個隔天早上起來皮膚就是會整個非常的保水很嫩 然後我個人還會這邊有一點點那種小小的奶油肌的感覺 對我這個混合肝肌來說是非常難得的 每次一覺醒來都是臉好乾 一樣來介紹一些小Facts 含有天然保濕因子NMF 是由八種氨基酸組成 具有高保濕特性讓皮膚加倍保水 然後裡面也含有維他命B3 提升保濕度 然後出現膠原蛋白的生成 預防肌膚老化 然後維持彈性 這一罐是好像他們家 就是廠商他們自己非常非常推的一罐 然後我真的也是覺得 就上完這一罐跟上完這一罐 就是這個的效果會很明顯的 就是你一上就很明顯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試用包可以使用 再來這個精華油呢 我自己也是 對這三個東西我就是都很喜歡 有時候我這三個東西我都會各自單上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這個樣子 就是他們推薦就是這個是第一個步驟 然後這是第二個步驟 然後是第三個步驟 但是我有時候想到就是覺得說 我上一下這個或是我上一下那個好了 所以I don't know 然後啊像我剛剛說的前面那兩個東西 我睡前的時候去擦 起來以後就會整個覺得很保濕很補睡 但是如果那兩個步驟之後 你再加這一個精華油的部分 我隔天早上起來就是一個奶油肌 不是出油喔 因為我已經是乾燥偏混合了 所以我是一個沒有辦法就是爆出油的人 然後這個呢會讓我就是有奶油肌的感覺 然後其實因為加了這個之後 像我說的我會變成奶油肌 所以它是真的是再更加一層的保濕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就是乾淨 我覺得你這三個步驟 或者是這個油的部分 你應該會很需要 但前提是就是大家有預算 因為今天這個牌子 就是連廠商他們自己都知道 他們價位偏貴 但是我說實在東西用起來之後 我有感受到那個價位 就是它的原因理由 好一樣這個風太精華油的 FACT 集結中西千年天然美容配方 由風毒中萃取出極少的風太精華 加入高保濕的海棠精華油 吸收力比其他的精華油都還要好很多 我有感受到 而且它有些其他的精華油會更黏一點 這個是比較再更水一點 好那以上這個就是我們今天sponsor的部分 好那由於呢我今天所有的產品 裡面並沒有底妝 所以我要先去把我的底妝完成 我再回來 好了我回來了我把我的底妝 然後跟一點點修容 然後跟眉毛畫完了 眉毛我今天其實用的是 E2house的這一支 然後我好像很久以前用不過 但這家他們在寄公關品的時候也有寄給我 所以我又再用一次 一樣它是非常的顯色 然後以它的價位來講是非常非常優秀的眉筆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就是要進入眼影盤的部分 那眼影盤的部分其實我心裡已經有個底了 我今天要來使用的是E2他們最新的這個 Cookie Chips的這個眼影盤 它就是看起來非常的日常色系啦沒有錯 但是我想要用它是因為我幾乎每一盤E2他們以前出的任何一盤酒風格我都有做 所以我就想說這是他們最新的我也要上在臉上 那對於他們這個新的聯名跟這個老虎 這老虎真的是有夠可愛欸 這真的是有夠可愛 然後他們的顏色的部分我個人試色過 我覺得它的顯色度就是非常的 其實E2他們其實顯色度都是非常的溫柔 溫柔不是不好喔是溫柔 因為不好我會直接說不好 不好就是那種畫不出東西 但他們是顯色度非常溫柔的兩盤眼影盤 所以我會給你們看刷色 但是我今天就不會把它們上在我的眼睛上了 然後其實E2他們這邊還有單色的眼影 這邊有四個 這個也是那個Cookie Chips的系列 然後它還有附一個這個盤 可以把它裝進去 然後再來還有一盤眼影盤呢 是這個我今天一定會很想用的 Milani這盤全部是霧面的 絕愛霧面眼影盤 然後Milani他們家的眼影你們也知道 我很喜歡他們家的眼影的質地 所以是我開架裡面最喜歡的 好那首先呢我想要先來使用 Milani這盤 絕愛霧面眼影盤 好那這盤呢 因為我們等一下 Cookie Chips那盤應該是比較偏 棕色 所以我這盤想要來畫一個 九紅色眼影 應該會使用到這一排跟這一排 然後可能一點點的淺色 好那首先呢我想要來用 這個比較深的粉色 那我就上在這邊的眼睛 看起來是挺顯色的 好再來 我就是要來上剛剛它上面這個顏色 就是這兩個會一直這樣交換啦 然後稍微把上面暈開 這個本身一定也是有一些顏色的 所以在上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不要直接就 隨便找一個地方下手 所以我現在在思考 這兩個顏色 有什麼不同 這一排的這兩個顏色 有不同 但是就是好像深了一點點 那我就接著使用下面這個顏色好了 好像感覺不會差到太多 感覺看起來應該是偏紫一點 這個有在比較深一點 在眼睛上比較看得出來 這個漸層 很漂亮耶 我幫剛剛那個粉色 這樣子直接上上來眼下 然後如果有一點超過的話 我用它裡面的這個膚色 稍微控制一下它的範圍 再來的話 還可以再上一個更深的顏色 對 我一樣用同一支刷子 然後再上這個酒紅色 看他們整個就是 顏色都上得去 我們現在來期待的就是這個深色 它是否上得去 因為這邊已經疊了好多層粉 等一下 不要高興的太早 有時候暈暈它就不見了 這個霧面硬盤 非常的優秀 非常的喜歡 我聲音還是一樣 非常性感 那我覺得齁 我想要上這個最淺的顏色 把它蓋在前面 因為我們沒有金屬色 我想要看它能不能 就是做出一個非常有層次 淺到深的妝容 天哪 很歐美 這很淺 這可以拿來做打亮 我看到 這讓我想起就是兩三年前的妝 So pretty 耶 真的很愛 我很認真超愛的 再沾一點點剛剛的粉色 把稍微的暈出來 有沒有 其實像這樣子沒有上亮片色 雖然有一點不習慣 但是其實也是非常漂亮 但我覺得呢 我還是想要把剛剛的那個粉色 上到整個下眼影 把尖銳一點的邊緣修飾一下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來進入 Cookie Chips E2的這一盤 那我第一個顏色 這邊很深嘛 所以我旁邊也想要一起很深 我中間暈染色 就先從這個深色開始 也不是深色啦 就是比較深一點的棕色 很顯色耶 有也是一些漂亮的一個漸層 就這麼出來了 所以E2的這一盤 也是很顯色的 這兩個中色目前非常非常的優秀 那我們也很快的就可以直接 再來進入 這個最深的霧面 這個漸層度也有出來 但它就是感受得出來 沒有剛剛Malani的 怎麼樣的 你知道顯色 看慢慢疊還是疊得出來 這樣 然後你可以回到上面它這個 比較螺的顏色 然後去自己做一點修飾 跟Malani剛剛那一款一樣的做法 這邊也是 非常漂亮的一個棕色 那我接下來想要先來用上面這個 這個亮片色啦 E2的亮片色有一些摸起來就是比較乾一點 不知道比較乾是 好是還是怪是 我們來看看 哇我怎麼覺得非常漂亮 它這樣子就是把它暈開之後 看起來就是一堆細碎的亮片 所以我要稍微這樣子用壓的 其實是一個蠻好看的眼妝耶 就以歐美來說這樣子的金屬色 不是飽和的那種 但它是這種 閃亮亮片 比較韓式的金屬色嗎 亮片色的感覺 我自己喜歡耶 我覺得這樣子上完 其實就可以上眼線了 但沒辦法 我們還有一個顏色 我想試 中間這個 我覺得中間這個 看起來真的讓我有想到餅乾 它就是你知道 顏色 很 就是不均勻嗎 餅乾不就是會一顆一顆黑黑的 喔有沒有 這上上去就漂亮啦 喔 我以為這盤 這只是要跟你日常來著 沒有喔 這個亮片很漂亮耶 我有點意外 OK我回來了 這個眼妝 兩個都非常的漂亮 喔你看這個漸層 喔你看這個閃光 喔今天 這兩盤我都很喜歡 在我們進入腮紅之前 我們就先來把這些 Cookie Chips的單色眼影先刷或色一次 這個是BR463 的確看起來就是個餅乾的色 選色度很不錯啦 感覺是一個非常優秀 感覺 是個非常優秀的 中間暈染過度色 然後這裡面其實霧面居多 那我就先來上這個 金屬色的部分 這個是B1122 是個普通的金屬色 這是漂亮啦 但你們都知道 我喜歡的是那種 會把你閃瞎的金屬色 然後再來這個是 BR442 這是剛剛那個 餅乾色 再深一點 然後感覺再偏紅一點 剛剛粉質很細 你再摸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非常細緻 但顯色度就是 你知道 E2的顯色度 再來最後一個是 BR440 最深的顏色 就是上一層是長這樣 那上一層會不會變深嗎 好一點而已 我不知道欸 可能我手背的問題吧 這顏色其實偏卡卡的 那我們今天呢 有腮紅 那我們腮紅的話 其實又是E2 這是E2 他們家剛剛說的 那個老虎的聯名系列 那我選擇了 不用他們家的眼影 那至少要用他們家的腮紅吧 那腮紅的部分 它有兩個顏色 我們臉頰也有兩邊 所以我們就一邊用一個顏色吧 一個想當然而而的 就是比較偏橘色的 然後另外一個 也是理所當然的 就是一個偏粉色的 粉色就是這邊 然後這邊就是橘色 那我就直接先來上 那這個是白色的老虎 music tiger 真的不知道怎麼念 反正就是白色的老虎 顏色都看起來是挺均勻的 然後因為看起來就是顏色比較淡 所以我要直接這樣上上去 那就看是災難還是 beautiful cycle 啊 啊 我喜歡的 蠟狀 這顏色 very good 真的暈到整個臉 就是整個漸層出去這樣 好漂亮 這顏色好漂亮 反正另外一個看起來會比較深一點 有沒有 它比較亮 相機看起來顏色很普通 但是我本人看它蠻亮的 那我就再來換 就是同一隻刷子 但是我有兩隻 然後這隻是乾淨的 那一樣 沾沾沾 有沒有 看起來也是淡淡的 不會太可怕 敲一下 然後從最外面可以上 喔有它比較顯色有沒有 一看就看到了 這一次一邊橘一邊粉的好明顯 之前也有做過那種一邊橘一邊粉 但是有一些真的是都看不太出來 但這個就有看出來 好接下來就是來進入我們唇彩的部分 那我還是快速的把這兩個 就是也是ETU他們的聯名系列 把它上在嘴巴上 我之前好像上了這個粉色 我覺得顏色還蠻美的 這一個色號是02 這顏色看起來其實還蠻漂亮的 很日常可以使用 它是水亮的唇釉 就它整個很均勻啦 我一上上去 因為之前我有試過其他唇釉 它覺得上出來 長的跟這個沒有差很多 但是它就上起來比較不均勻 要長的跟這個一樣 我要花一點時間 然後這個只是我稍微這樣撇兩下 然後嘴巴一抿就變成這樣了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我比較喜歡的質地 那這是02號 它染色非常的嚴重 其實我這邊還有 有沒有之前上的 染色到現在 不管怎麼洗都洗不太掉了 這樣是好事嗎 那再來是這個01號 01號好橘喔 有沒有很橘 然後我現在給你們看完顏色 我馬上卸掉 拜託不要 沒有放很久它就卸得掉 比較卸得掉 好嗎 這顏色 我雖然說 感覺不會喜歡 但是很漂亮 今天身上的耳環還有這個 我個人覺得這個 超級無敵可愛的項鍊 黑白格紋 然後這個 鏈子這邊是這樣 一顆一顆 這個項鍊 是Bonnie & Reed的 所以如果想買的話 下面有連結 然後用我的折扣 所有的折扣之後 會再打95折 用力推爆 因為這個項鍊實在太可愛了 然後跟這個耳環 好接下來的話 就是來進入 Milani他們家的這個霧面唇膏 小鋼筆的部分 我想最後再試 當壓軸嘛 我記得大家很愛的是420 說到處都買不到顏色 那首先我就先來從410 第一個顏色開始 410看起來也很美捏 我忘記我之前其實有試色 Wait a minute 這個很漂亮欸 很漂亮的裸色 就像我今天這種很誇張的眼睛 配這種裸色就很美 大家為這個產品唯一意見 好像就是它的包裝很醜 但是我其實覺得它的包裝還好 沒有覺得它好看 但也沒有覺得它很醜 好再來就是大家都說 買不到顏色的420 這是420 吐色 沒錯 我忘了跟你們說它的唇膏質地 非常的舒服 然後霧面 但是不甘 So pretty 這也太美了吧 我還蠻因為大家會喜歡現在這種顏色 這就超歐美 歐美到一個不行的顏色欸 好 好 那接下來這個顏色就不能以貌取人 它是一個玫瑰色 看起來就是比較 喔 時差的顏色 等一下 這個超漂亮欸 這根本就不是這個顏色嘛 拜託 這個多亮啊 這顏色根本就是有點春天的顏色 但這個就是一個偏冷色調的一個霧面裸色 天啊 垃圾車 真的不要欸 這隻超美欸 就是 它比較在粉一點 但它不是 就是你不要看到 就是它的殼就被它嚇死 它其實非常的漂亮 Oh My God 非常愛 這隻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讓它斷貨 好 再來這個顏色是440 這顏色就頗深 而且看起來比較紫色 就是440 怎麼可以都這麼好看 這麼秋天 這麼中間色調 但是都超好看 這個霧面超舒服 那當然它不是不掉色的 我看 就是正常的會掉色的霧面唇膏 沒有那個磁色這件事情 但顏色跟在嘴巴上好舒服 再來450 這個看起來也是我非常興奮的顏色 就是個大便色 可是我很喜歡大便色唇膏 這個咖啡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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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勒斯車的伴隨之下 他們真的都是會出現在 我想拍影片的時候 所以我已經 好 再來是最後一個顏色 這個是460 兩個都是咖啡色耶 可是一個比較偏紫一點 它每支唇膏的質地都一樣 它唇膏多顯色啊 而且又很均勻 重點是這個顏色很深 很優秀 好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終於要來刷 這個小粉管的部分 那因為我覺得時間拖得有點久 小粉管的部分 我就先把它們全部都上在嘴巴上之後 我再給你們心得 會不會 按讚 我去旁邊 來救護我們 這個咖啡色 會不會 不是 這麼綁 而 旁邊 會不會 有 真的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好 我現在嘴巴的唇色 把它上Milani的420 然後跟我們剛剛小粉館的222 那最後來先講解一下 我們小粉館的部分 我就是覺得有點像 Roman那種霧面慕斯的那種唇釉 中間質這樣 那它自己剛剛我有給大家看 它是沒有在染色的 然後它的顏色呢其實 我沒有特別impress 但是就是好看的顏色的確很好看 我覺得222號 impassion 然後其實它這個 224號這個很粉嫩春天的顏色 我意外的也覺得它非常的好看 基本上我喜歡它的質地 它的質地就是上到嘴巴上之後 就會出現一個很自然的立體感 所以我覺得這個系列 如果你有看到喜歡的顏色 也是不用客氣可以直接買 沒有雷的部分 但是沒有到大家講的這麼 amazing 好像就是因為小紅書上面就是有紅 但是我真的自己沒什麼在看小紅書 而且我如果看小紅書的話 我好像在看人家吃東西 還是什麼之類的 這個就是 終於使用到的小紅書上 很有名的粉色小鋼筆 反正就是不錯可以 但如果比起這個的話 我真的是今天更喜歡 Milani的這個系列 顏色都是我的菜啦 不是因為它比較好 啊那個剛剛裡面會有那種橘色啦 雖然那個橘色擦起來也是意外的蠻好看 但是就是顏色比較不像是我平常出門的時候 會想要 欸我要擦這支出門的那種感覺 那今天影片其實就到這邊結束 我希望大家有喜歡 有喜歡的話 不要忘了要給我一個讚 然後不要忘了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想不想趕快看到 Cara的試色 或者是 搭配的遮瑕膏 什麼東西之類的 留言讓我知道 那今天影片其實就到這邊結束 離開前不要忘了去追蹤我的Instagram 然後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次我有影片的話 都會第一個通知你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